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中影、中市、中广等三中案 与旧中央党部交易案在昨天侦查终结 而检察官认定前总统马英九在担任党主席期间 涉嫌禁卖党产 昨天依照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 起诉了马英九等六个人 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三中案 以及旧中央党部大楼交易案征结 检察官认定相关处分党产行为 造成国民党的中投以及光华公司遭受重大损害 另外两公司为公开发行 相关资产处分 诸以影响证券市场以及金融秩序 故将当时担任国民党主席的前总统马英九 以及当时的中投董事长张哲成 以及总经理汪海清等六人 分别依违反证券交易法之非常规交易 特别背信 刑法之背信等罪嫌 提起公诉 论其动机或为博取声誉 或为避免拒不当取得争议之党产 遭收归国有 或为交解盟友 被告三人 虽机关用尽立谋脱罪 那我们请法官从重谅起 警察官认为中市中影中广的三中交易案 马英九是交易实质主导者 透过非常规的天龙八部财务工程进行交易 排除其他买家 分别卖给财力不足的中国时报公司 以及赵绍康 对于检方的起诉和指控 马英九透过脸书表示 警察官拿现在的党产条例 起诉他13年前买卖准国家资产 也就是国民党党产 还有其他各种荒诞的起诉理由 他当然不能接受 更是没想到选在台风天下手 接下来将到法院争取公道 希望换他清白 其实相关的事实 相关的证据 真的在之前特征组的时候 就调查得很清楚了 是针对马英九个人 还是针对案情 是就事论事 还是只是为了办马而办马 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对马英九办公室和蓝营 质疑北检沦为政治打手 为何之前特征组 已经签结本案 北检又分案侦办 检方表示 由于接到党产会 以及多人告发 而且取得许多新证据 所以重新侦查并提起公诉 记者张志从陈信龙台北报道